说在钢铁侠一里面,托尼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那么在钢铁侠二中,可以说是见证了托尼的蜕变过程,就在不久前,托尼向外界宣布了自己就是钢铁侠的消息,从那一刻起,托尼彻底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收获了无数的粉丝,人人都幻想拥有这样一套战甲,就连军方也要求托尼交出最新的技术,可托尼表示自己的战甲技术,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并不会有人掌握,可很快托尼就被瞬间打脸,在俄� 在波斯莫斯科的一处老旧的房子内,躺着一位老人在呼叫儿子伊万,老人年轻时曾和托尼的父亲一起研究反应堆,因为私自走私武器最后被赶出公司,他指着电视上的托尼说道,这一切本来是属于你的,老人一生没有什么东西留本,唯一剩下的就是反应堆设计图纸,话音刚落老人便与世界长死,伊万伤心欲绝,并将这一切都怪向托尼,因此对托尼怀恨在心,为了一血前耻,伊万找到了父亲的反应堆图纸,开始打造属于伊万的反应堆,经 经过不断实验,能够与托尼匹迪的反应堆横空出时,伊万将反应堆和武器联属一起,地球上最强超级无敌闪电边诞生,而托尼这边虽然表面风光,但是身体的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钢铁战甲的核心能源来自胸口的反应堆,核心能源就则是一块像巧克力的把元素,把元素含有大量毒素物质,由于长期存在托尼体内,身体一直受到毒素的侵害,可除了把元素,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物体能够代替它的存在,托尼每天需要喝大量 绿叶素来抑制毒素,为了更好的管理公司,他把公司总裁的席位让给了小辣椒,还给他专门找了个法律顾问进行职位转让,而托尼却被顾问的火辣身还所吸引,相信屏幕前的你也是一样,可这个顾问接下来的操作可不简单 顾问这一套操作下来,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托尼,日子更是一天天地过去,托尼每次检测毒素都会有所上升,目前毒素已经上升到50% 如果再持续升高,托尼的身体肯定会出现危险,为了好好放风心情,他让小辣椒陪着他来到了赛车场观看车赛,可托尼却瞒着他下场比赛 而就在托尼比赛期间,一个工作人员推开了护栏,走进了赛道上,他就是来找托尼报仇的 一万解开上一扭扣露出托尼同款反应堆,双手伸出闪电边,启动的瞬间展露出背部霸气的装置 他缓慢地走上前等待托尼的到来,面对驶来的赛车,一万挥动闪电边轻易地将车头砍落 带车瞬间掀翻了几十米,把现场众人都看待了,随后一万再次挥动闪电边将托尼的车劈成两半 此时没有战甲的托尼十分被动,赤手空拳的他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哈皮带着小辣椒及时赶了过来,开车把一万撞到了墙上 托尼刚想上车,车门就被批成两半,心疼劳斯莱斯三秒钟,一番操作下来 车更是被批成了废体,好歹给我留个车轮了 就在关键时刻,小辣椒终于把手提箱地给托尼 托尼顺利地接过箱子,于是便有了激动人心的预合 相信任何一个漫威粉都不会错过这一幕 方好战甲的托尼站立尸笃,先是一脚把车踢开 随手准备向一万开炮,不料一万发起连招打断了托尼的攻击 此时战甲被编得严重受损,可托尼丝毫不慌 他紧抓着闪电边,扛着闪电朝着一万走去 接着给他来了个过肩摔 托尼拆下一万胸前的反应堆 看着山寨的反应堆,托尼不敢相信已经有人掌握了这技术 警方将一万抓进了监狱 托尼前来询问想要知道为什么要袭击不错 这时的托尼才得知两家上一代的恩怨 随后托尼善意提醒了他,如何给反应堆进行改造后边离开 此刻托尼毒素已经快到达90% 正打算举行生日party的他问起了一旁的寡言 如果这是你最后一次的生日party,你会打算怎样去庆祝? 而寡姐则告诉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听了寡姐的一番话后,托尼开始放飞自我 在当天生日聚会上,他穿上了战甲在舞台上热舞 赶来的罗德上校看到了这一幕表示 我眼前这个憨憨是谁 随后气愤的罗德穿上了马克二号来制止托尼的行为 可托尼并没有打算要停下来的意思 于是罗德便抬取强制措施 托尼合上面具打算让罗德尝尝填头 两副战甲立即展开了对决 两人一路从楼顶打到楼下 他们表面是在打架,实际上是在拆架 此时楼下的小辣椒和寡姐正在聊天 收到惊吓后的寡姐迅速进入防备状态 此时可以看出漫威的细节确实很细 寡姐身份还没揭露 两人一直打到大厅 在众目睽睽下打得有来有回 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最后决定相互发射光速炮定胜负 爆炸过后满屋一片狼藉 看着坐在一旁的托尼 罗德决定拿走托尼的战甲 经过上次赛车场一试 伊万的能力引起了汉莫的注意 随后汉莫开始安排人手 从监狱里把伊万救了出来 汉莫想让他帮忙造出和托尼一样的战甲 伊万表面上答应了汉莫 可背地里还留了一手 经过一段时间后 战甲被批量地造了出来 汉莫想要的是和托尼一样的战甲 可制造出来的战甲都是遥控板 这边托尼正在甜甜圈上吃着披萨 神盾局局长尼克再次找到了托尼 尼克为了让托尼加入自己成立的神秘团体 告诉了他有种方法可以治好托尼身上毒素 方法就隐藏在托尼父亲留下来的箱子里 此时寡姐现身往托尼脖子上 注射了缓解把元素中毒的药物 为了防止托尼再次乱来 神盾局继续派遣寡姐监视托尼 好让托尼好好研究父亲留下来的物品 他播放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录影带 看到最后突然发现还有一段删减的画面 托尼入神地看着播放的内容 父亲的话让托尼受到了启发 他来到了公司将那款沙盘带走 在贾维斯的帮助下 托尼看到了清晰完整的原子 托尼瞬间明白父亲的心意 这就是托尼寻找已久的新元素 关键时刻还得靠父亲 随后托尼立马开始拆夹 购买一系列装备组装了一台光子加速器 托尼启动的瞬间发射出一束蓝光 全新元素的反应堆就此诞生 此时汉莫听说军方获得了托尼的战奖 立即赶过来推销自己的装备 汉莫拿出一个名为前妻的导弹推荐给罗德 随后军方同意将马克二号交给汉莫 改造另一边 伊万按照托尼此前说的方法改良反应堆 经改造后的反应堆已经和托尼的十分接近 与此同时他还造出了闪电编破案 汉莫这边也明白 自己花钱请了个没用的东西 汉莫想要的是载人战甲 而不是一堆没用的机器人 无奈之下 他带人抢走了伊万的宠物 汉莫告诉伊万准备用这些机器人做背景 同时宣传自己改装后的马克二号 汉莫安排保镖堪压着伊万 可保镖哪是伊万的对手 解决掉保镖后 他拨通了电话向托尼宣战 托尼已经猜到他打算在 即将举办的斯塔克博览会上发动戏击 于是托尼将还没来得及测试的反应堆 立即安在了胸口上 在博览会当天 汉莫向众人展示了全新的战甲兵团 战甲兵团分为海陆空三种 均可实现对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接着马克二号缓缓出场 经过汉莫对马克二号的改装 各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此时托尼也及时地赶到了现场 他告诉罗德伊万的阴谋 为了不引起恐慌 必须安排现场人员安全撤离 就在这时 马克二号突然举起了机枪对着托尼 在托尼举行的斯塔克博览会途中 罗德的马克二号突然举枪锁定了托尼 身后的战甲兵团也纷纷对准了他 原来这就是伊万的阴谋 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托尼随即飞向天空 所有战甲朝着托尼的方向攻击 现场更是一片混乱 战甲兵团直径走向人群之中 剩余兵团则原地起飞追向托尼 双方在空中展开了一场厮杀 战甲兵团在伊万的控制下 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毁灭机器 只为摧毁目标而不顾他人死 伊万同时把攻击目标扩大到周边人群 此时战甲对准了一个小孩准备发动攻击时 托尼及时赶到 马克二号在空中对着托尼一顿疏忽 瞬间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中 此时哈皮带着寡姐来到伊万藏身处 一进门哈皮就跟门口的守卫打了起来 寡姐顺利绕开释放电击完成单杀 瓦姐一泡心于流水的操作 惊呆了眼前的哈皮 此时的托尼仍在空中作战 这时马克二号突然飞向托尼 两人从高塔上摔落 马克二号猛然起身 按着托尼开始贴脸扫射 寡姐也顺利地来到了伊万的控制室 及时地解除了对马克二号的控制 这才得以解脱 罗德被托尼弹开晕倒在地 与此同时所有战甲兵团一同飞向托尼 孤军奋战的托尼肯定不是对手 于是他叫醒了罗德一起拦手 随后战甲陆续赶到 两人瞬间火力全开 赶来的敌人越来越多 眼看就要招架不住 就在这时托尼使出了马克五号的必杀戟 瞬间解决了在场的所有敌人 当两人以为结束了战斗时 最强Boss伊万从天而降 此刻他拥有最强武器闪电鞭 罗德却自信地站了出来 让伊万尝尝前期炮弹的威力 罗德被汉莫耍了一把 这时伊万发动攻击 甩起闪电鞭与两人撕打在一起 罗德朝着伊万开枪 下一秒就被伊万甩过来的鞭鞭给废定 面对伊万改装的战甲 显然两人不是对手 伊万甩出闪电鞭将二人困住 就在两人无法动弹时 托尼想起与罗德在别墅 对波引发的爆炸事件 于是两人决定再来一次 对波产生的爆炸将伊万炸倒 狡猾的伊万在临死前 启动了所有战甲兵团的自爆装置 他想炸毁在战甲附近的游戏 此时托尼意识到小辣椒有危险 战甲显示他正在处于爆炸的范围里 托尼以最快的速度飞到他的身边 就在爆炸前的最后一刻 托尼及时地就吓了他 最后两人在楼顶上一吻定情 托尼以及罗德的英雄事件 受到了由政府颁发的表彰 而且托尼还受到了来自神盾局的邀请案 这正是复仇者联盟的机会 另一边 前任神盾局长赫尔森来到一处框枪野里 他找到了来自外太空的神秘锤 同时这也暗示了漫威另一位超级英雄的登场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